关于丹道有关的情报之后 则是西末修仙界各种魔火的消息 西六域第一宗门 圣火教光明风之上 据说常年累月地燃烧着一团圣火 名为三阳圣火 据说此教中许多神通都必须炼化此朵灵验的子火才能施展 由于圣火教神通大多阴毒凶残 三阳圣火私下被修士称为三阳魔火 圣火教 此教派传承万年 据说圣火永恒不灭 乃是出过化神修士的宗门 底蕴身后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打主意为妙 方熙看了第一行情报 直接放弃了 纵然他只在东八域私混 也曾听说过这圣火教的大名 搞不好如今西末修仙界的化神 便是出自此等宗门呢 下面一行情报 就比较有意思了 北域之中有一处决地 名为黄泉地凤 其内凶险无比 纵然原因修士一不小心 都有可能遭难 据说在黄泉地凤深处 偶尔会有一些魔艳生成 乃是来自九幽之底的黄泉鬼火 略有些危险 但可以留着备选 实在不行 让外道原因去采集 毕竟他已经是一只成熟的原因了 要学会自己找活考自己 想着外道原因表演铁锅顿自己的场景 方熙嘴角不由微微一勾 接下来几道消息也相差不多 都是在一些奇觉之地 比如据说在南域某处 有一片冰川绝地 有修士曾经在冰川深处 发现过一种极寒阴火 这种消息 方熙飞快一略扫过 不确定性太高 还伴随风险 他不太喜欢 接下来 则是各种魔艳修士的情报 令方熙眼睛微微一亮 作为一位内战内行 不对 是应付人族猿鹰有专长的修士 他最喜欢与同族猿鹰打交道了 比如天度魔君什么的 万毒门万毒魔君 修炼有一道万毒魔艳 能吞噬各种剧毒净化 奇毒无比 纵然结单修士文艺文气息 都会立即毙命 南域天师山脉当中 盘踞着一群狮王 为首者晋升四阶境界 据说本命狮活 也厉害非常 还有一位元英散修 修为到了中期 擅长使用一种赤红魔艳 曾经凭此坟灭了两位元英初期的法体 被称为烈焰老魔 嗯 这赤红魔艳先预定了 方熙沉吟着 做出决定 散修代表没有后台 也没有背景 纵然斗法能力很强 但遇到自己都得扑街 对方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老魔头 杀了乃是除魔未到 魔火炼英大法 需要至少三种魔火 魔火质量越高 数量越多 效果越好 看来还是得多准备一些资源 方熙正在思考 耳边却传来盘雷战战兢兢的声音 前辈可是想要搜集魔火 嗯 他看向盘雷 面无表情 是又如何 四肩魔火大多爆裂非常 普通法宝 甚至灵宝都难以承载 前辈可考虑过 如何保存的问题 盘雷问道 没有 方熙陷入沉思 不同的魔火 有不同的存储方式 否则纵然不爆裂 也会导致灵性大减 得不偿失 我古仙门之中 有一道密传蛊虫 名为五火蛊 擅长吞噬 与保存各种魔火灵验 甚至可以吞噬各种火焰进阶 前辈一定用得上 盘雷道 五火蛊吗 听起来不错 方熙虽然没听过 但不由还是比较满意 将五火蛊拿来 本真君便饶了你们这次的罪过 多谢真君 只是五火蛊还在门中 小女子听闻 真君还想购买一批其他蛊虫 本便蛊虫低劣 或许不入真君之眼 正好可以随小女子 前往门中采购 盘雷怯生生回答 跟你回谷先门 方熙脸上露出一丝饶有兴趣的表情 你该不会还身负什么血海深仇 被门中陷害 想要借助本座之手报复吧 纵然本座不动手 哪怕仅仅只是搭上关系 也足够你胡假虎威一番 当真好算计 盘雷身形一颤 妾身不敢欺瞒真君 也绝无利用真君之意 罢了 看在你这情报还算不错的份上 本真君也不追究你之前过失 方熙道 至于五活骨什么的 本真君自会去取 就不用你跟随了 开玩笑 他纵然来西末 需要低调 却也不是随意一个原英宗门能轻辱的 这股仙门 充其量跟汇原宗一个等级 还不被方熙放在眼中 半日之后 方熙从另外一家宅家老店中走出 身后一位老掌柜亲自恭送 还深深鞠躬 一直等到他的身影消失 才敢稍微直起腰杆 各方得到的情报 都是大同小异 看起来 在西末这边 倒是大有可为呀 方熙走出木梁城 化为一道清光 就要赶往古仙门方向 就在这时 他神识一扫 在百里之外 又发现了一支车队 在车队之中的 赫然是那位蛇夫人 此时 这位女修正满脸煞气 带着一杆筑机修士 节镇围攻一位杰丹修士 竟然是干了杀人夺宝的买卖 在西末之中 杰修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名目 换作杀盗 方熙沉吟一番 并未出手 而是大大方方的 间隔一百多里 观察着蛇夫人那边的情况 纵然杰丹巅峰修士 神识范围也无法超过百里 因此这个距离看戏非常安全 连血都溅不到自己的靴子上 修 蛇夫人驾驭一柄弯曲的飞剑法宝 默然一探绝 此法宝在半空之中轰鸣一声 请客间化为一条水桶粗细的大蛇 头上还生出一只独角 凶横地顶破了对面一位杰丹修士的灵力护照 丝丝 漆黑大蛇喷吐杏子 尾巴只是一卷 就将那位杰丹修士 碾成肉泥 旋即 他标着一只储物袋 重新化为飞剑 落入蛇夫人手中 找到了 藏宝图 蛇夫人神识一扫 从中翻出一张巴掌大小 通体泛黄的残破地图 脸上满是喜色 这可是当年潜离真君的遗保 他并未发现的是 那地图被一道隐秘的神石扫过 百里之外的方兮撇撇嘴 潜离真君 我都没什么印象 此人必然不是原英后期的大修士 那也没什么值得惦记之处 倒是蛇夫人化身沙盗 令他略有些吃惊 果然修士狠起来 都一场冷酷 当年凤冰仙赶在方氏中 当街杀人夺结金丹 此女也不遑多让 当真舍些心肠 罢了 终究不过一段缘分 还早已散尽 方兮不再停留 化为一道清光 疏忽难去 他准备先去古仙门一趟 然后再去黑龙宗 参加大拍卖会 祭练神鹰剑的血河时 或许能在拍卖会中碰碰运气 此等大拍卖会 有许多珍惜灵物 不到最后一刻 卖家都不会下定决心放出 因此偶尔也会有惊喜 数月之后 万重玉 此地域位于西末修仙界南方 其中有一家园英宗门 名为古仙门 古仙门所在 乃是一处秀丽的山峰 在山峰四周 则遍布各种巨毒瘴气 大量沼泽环绕 其中孵化出无数毒物 蝎子 蜈蚣 蝉蝎 蝉蝎 各种巨毒妖兽 每时每刻都在互相厮杀 吞噬 然后进化成为蛊 可以说 在整座五彩山峰周围 都是一座巨大的养骨场 方兮见此神色没有丝毫动容 来到五彩独障之外 望着其中隐隐重重的建筑 朗声道 本座天魁前来拜访 不知古仙门原因何在 这声音浩浩荡荡 甚至冲破了一部分五彩独障 在一片建筑上空徘徊 宛若雷鸣 古仙门的诸多弟子听了 都感觉气血一阵翻涌 脸上大声惶恐之意 道有何必跟小辈一般见识 伴随着一道女子声音 那无数五彩独障 竟然向内蜷缩 最终被一杆五色小帆 宛若百川归海一般吸入其中 化为一道五彩光照 护在一位猿鹰修士身前 这位猿鹰修士乃是一位女修 五官平平 脸上有着一只蓝色蝎子的纹身 遮住大半面容 穿着一身电蓝衣裙 妾身盘音 见过天魁道友 她脸上带着一丝诧异 道友为何不以真面具示人 昔末之中 妾身似乎也未曾听过道友之名 方夕如今一身气息 以枯荣绝压制在元英初七 这盘音区区一个元英初七 自然看不出来 好说 本座刚刚才元英大成 之前去穆良城 却被你门中一个小辈所欺 此小辈承诺拿五活骨赔罪 本座特意来取之 方夕坦然道 与元英修士对话 就是这么简单直白 穆良城是雷儿那个丫头 盘音冷哼一声 古仙门虽然名为宗派 实际上乃是由几个寨子合并而成 其中盘姓占据大宗 他与盘雷 在祖谱上甚至能算同辈 这五活骨 乃是古仙门宝物 并非盘雷一人所有 无法交给道友 盘音思索一番 还是摇头拒绝了 哦 方夕眼眸微微一宁 道友可想清楚了 就凭你这一感百毒神煞翻的灵宝 可拦不住本座 发露了